你覺得誰是第三季裡面最漂亮的 要綜合所有的喔 包含外型 然後球技 然後所有的技能 然後所有的處人 做人處事 一二三講出那個人的名字喔 三個字或兩個字都可以喔 一二三 我 你們兩個 我剛剛說我 但我想說 羽翁你我 沒有 我覺得我們兩個會互相 投給對方 對啦 我這一季 我覺得剛才 像我們剛才拍照 我覺得我們 我太會選了 不管是顏值還是實力 都是成正比 但是我 顏值這件事情 我們第一季也是藍隊吧 不是 你真的 我覺得你有在挑外表欸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真的對於外表 其實你也有 算是有在看中嗎 還是只是剛好而已 會佔百分之二十啦 我也有加分了 因為我覺得 雖然是運動節目 但是還是要漂漂亮亮帥帥的出來吧 對啊 你們有特別喜歡哪一項運動嗎 就是 在這一次的賽季裡面已經比過的 我不個人打排球打出興趣來 我也喜歡排球欸 之前剛開始練的時候很怕 因為我的手就是因為打排球受傷 然後每一次練都是整手都瘀青 瘀青 很基本 對 然後 你們沒有帶那個戶套嗎 沒有 喔 小牛教練沒有給你們 還有送我 因為我一瘀青我就一直挖挖腳 就說好痛好痛 他如果送你一個 你就不會一直挖挖腳 然後我想欸真的有用 他是把我們練到就是 第一次大概打兩個小時 就是已經手全廢了 然後可是你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再去練的時候 你會發現瘀青越來越少 就是你皮越來越厚 然後也習慣了那個牆 你越來越不會瘀青 然後就越來越不怕痛這樣 我也是排球 而且我發現其實我們 對上的女生進步超級多 就是他們是從原本的接球 可能都接不太住 然後會怕痛 然後會閃球這種 然後到我們開始在參與比賽的時候 他們是每一球過來都可以 很好的做給男生去做攻擊這樣 我覺得女生真的進步 所以平常應該就是攻擊手對不對 我們藍三的四個上場的男生 每一個都可以攻擊 因為我們其實練習的時間還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在往前藍網位置會生氣 他跳起來也是先踢踏 過往踢踏 他不用跳他就這樣子 對他手舉起來應該就可以 但這就是優勢啦 你覺得誰是第三季裡面最漂亮的 要綜合所有的 包含外型 然後球技 然後所有的技能 然後所有的處人 做人處事 我們答案會一樣嗎 好來囉 一二三講出這個人的名字喔 三個字或兩個字都可以喔 一二三 我 我 你們兩個 我剛才說我 但我想說 羽歐米 我 沒有 沒有我覺得我們兩個會互相 投給對方 對啦 這不會太客套嗎 沒有是認真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其實 好先就是宇宙的個性上啊 還有任何她其實她的長相 其實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她都是很高的 她的個性很好 然後她其實長得 我真的覺得是漂亮 很蠻漂亮的女生 然後包含她的球技 而且她真的是算是很全能 因為她會讀書 然後會主持 會演戲 會運動 然後現在還當老闆娘在賣滷味 就還做副業 其實你自己也 我真的好忙喔 這樣突然講一講 對啊 好辛苦喔我 真的突然覺得自己好累 但還是都騎腳踏車啊 對啊 因為還是要回歸我自己最 最日常的嘛 所以你有最後的總結是 有考慮要買一台腳踏車嗎 還是持續要騎U-Bike 我腳踏車真的不用買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沒腳踏車 一直想要送我腳踏車 沒有 但我覺得騎U-Bike已經非常方便了 我也說 那大家就送我一台腳踏車吧 謝謝囉 翔哥在我們練排球的時候 超級兇 就是如果你只要犯錯 他就會走過去 不是這樣的 你應該怎麼打 就是所有人 真的我們 整場所有藍隊其實都蠻怕的 就是他的那個排球的觀念 應該是說他 對於這個項目他應該很有信心 對不對 在五人志棒球我們被拖 我們直接被拖鬥 所以他其實我們 我們真的排球比完的時候 他是跟我們說 他就是希望我們練習的時候 皮封緊一點 皮封緊一點 在我們真的比賽的時候 就是好沒關係 你犯錯我不會罵你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東西練習都有做過 對 我是覺得很 天啊聽起來壓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練習的時候緊繃一點好 然後上場反而比較輕鬆 因為其實你們就已經知道戰術要怎麼打怎麼走 這些就會比較好 你遇到誰很尷尬 安安你會尷尬嗎 不會 而且安安一開始他來的時候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啞巴 他全場只跟我一個人講話 因為我們以前一起拍過一部戲 然後他就是 至少有合作過 對 然後他就是 我以為他跟大家都很熟 結果他就真的只跟我一個人講話 然後我說奇怪 你跟大家不熟嗎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我裡面真的只認識你一個人 所以他就真的只跟我一個人講話 安安也算是比較慢熟類型的 他好像比我還好懶 對 你不曉得他講話他不會記 你說講話的懶的程度嗎 沒有 各種事情 就是他都很想要跳去旁邊 然後 不會在現場的centre的中心這樣 對 所以你們這整個團隊 其實算是互補得很好 因為王子就是一直在centre 安安就是會一直挑走 所以這兩個人算是互補 然後你們兩個也算是互補 我們兩個也算 對 一個話比較多 一個話微少這樣 比較起來可能王子最centre嘛 然後他話比較多 然後我可能是排下來一點 然後安安可能是最後一個 然後 電影又比較好一些些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